哈喽又是我,我是Michael 很高兴一些网友问了我关于这节目第二季的一些节目的内容 但是由于节目不能剧透也不能这么快就告诉大家一些里面的情节 所以我今天就讨论一下old school舞者和urban舞者 他们哪个舞者会在节目中比较吃香 那说一下街舞就是呈现了就是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old school 第二种就是编舞 然后越到越到后期越到节目后期的话就是以编舞齐舞这种形式去呈现 因为battle的形式要不是在像上一季这种抢人或者是晋级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所以说呃编舞的方式会居多 然后呢我们说一下上一季的一个选手情况就是呃像韩语啊田一德啊亮亮啊王子齐啊 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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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石头这种舞者其实它呃呃其实他们都是以old school为主 就是以popping和larking 然后呃呃呃呃到后面十二强的时候 基本上80%的舞 80%的舞着都是old school 然后纯的urban的舞者基本上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一些情况吧 Let's go 说到韩语其实它是从old school 就是hip hop locking popping 这种元素的转型现在最流行的urban 那它其实 popping locking 就是有很深厚的功底 所以说是平常做最后 而田伊德就是很纯粹的 popping 的舞者 然后他主要是以卡点的方式去跳舞 但是他就因为节目中不停的去学习 其实也会学一些关于urban的方面 然后到杨文浩 其实杨文浩也是一个纯粹的 popping舞者 对于他来说urban 其实算是不擅长的 也是很清通 亮亮老师的话就是全能 属于全能舞者 就是不管是urban啊 hip hop 这种方式的呈现也是 number time 然后说到石头和王子奇 其实石头就是一个纯粹的 popping 王子奇是一个hip hop 然后他们来说就是很纯粹的一个 现场的录制情况来说就是打远组会随机的发布一些任务和挑战 就是让我们的队长还有我们的舞者去应付 那我今天看完了我们的队长大秀的话 我觉得杨千玺和杭根都是偏向于urban排舞类型的 然后吴建桃和罗志祥都主要是变old school的 至于urban 选手都会集中于去他们艺术和杭根那边 而old school舞者就是选吴建桃和罗志祥那边 那你说urban舞者和old school舞者会哪种会吃香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后面的赛制 就是可能节目组会可能今天有点变化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就是还选完就录制还选完完 所以说可能等到六号就是我跟一些录制的朋友去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想知道但我们现在还不能透露 所以说今天可能聊了一下就是 呃就是队长的一个类型的趋向对 那我们六号六号我们做一个做一个简单的直播 然后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吧 我现在就应该把他说清楚了 我会想要用一个小器人的顺便 我带一个小器人的顺便